原标题,英国议会第三次否决脱欧协议,特雷莎美暂不辞职3月27日,英国伦敦,反脱欧人士在议会外示威。 图片来源,视觉中国伦敦当地时间3月29日晚,英国议会以58兆的优势,奉决了首相特雷莎美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。 这是今年以来,该协议第三次遭到议会奉决,导致英国印脱欧风险直线上升。 特雷莎美在投票后的发言中表示,此次表局意义重大,她将继续为有序的脱欧而战斗。 本周早些时候,被争取博首党内应脱欧派的支持,特雷莎美曾承诺,如若该协议获得议会通货,她将辞去首相依职。 欧盟女士会主席图斯克,在获悉投票结果后表示,她将召集一次紧急的脱欧特别峰会,与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商量对策。 峰会时间定在4月10日,也就是脱欧新截止日期的前两天。 工当领袖科尔斌表示,如果特雷莎美仍不同意对现有协议做出实质性修改,她应该考虑重新举行选举,要整个国家来决定自己的未来。 2019年3月29日,原本是英国正式脱离欧盟的日期,由于迟迟无法达成脱欧协议,因英国政府要求,欧盟同意,予以延期至5月22日,前提是英国议会需要批准脱欧协议。 输入脱欧协议遭到否决,则将延期至4月12日,英国也将面临无协议脱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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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